老太太家里进了五个小偷,发现后差点被杀人灭口,结果五个小偷竟接连死亡,留下巨款给老太太,一部美国式的幽默喜剧片,本期立哥带来电影《老富杀手》。 曼森太太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高,她经常到警局反映各种问题,但经常被警察忽视。 丈夫死后,她打算把家里的房间出租,这天,一位称称是学习古汉语文学的多尔博士前来看房,还顺便查看了曼森太太的地下室,之后便租住了下来。 多尔博士叫来了四个人陪自己一起搞音乐,五个人一直在地下室里练习。 曼森太太信以为真,但其实他们藏着巨大的阴谋。 多尔博士的团队,其他四个人分别是江金、加文、潘凯克和兰普,将军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,曾经徒手击退两个持枪抢劫的人。 加文是强盗一一皇后赌场的保洁员,但并不受领导待见,潘凯克是一名电影道具师,但因为不小心用道具把明星狗闷死,结果被老板辞退了。 而兰普是一名棒球运动员,因为愚蠢,挡不住球,经常被对勇骂。 五个人就这样因为一个伟大的计划汇聚在曼森太太的地下室里,他们打算从地下室打通一条隧道,直通赌场的村前室。 兰普负责干苦力,加文负责提供赌场信息,将军负责设计隧道,潘凯克则负责伪装现场。 五个人就这样开始了计划,他们将隧道多出了土,趁着天黑扔到通过大小的垃圾船上以消灭痕迹。 很长一段时间,曼森太太都没有发现,她每天下午去教堂观看唱诗班的表演,偶尔下楼看看五个人的演奏情况。 每次曼森太太下来的时候,他们都会伪装成排练的样子。 突然有一天,加文被赌场开除了,原因是她打扫时故意和女顾客搭讪。 老板解雇她时,加文十分愤怒,放了一通狠话后离开了,这成了团队的一个大麻烦。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麻烦,追到前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岩石,必须要用炸药炸开才行。 为了解决问题,大家让加文拿钱贿赂老板,加文答应了,结果被老板再次雇佣。 而另一边,潘凯克让自己的妻子曼藤搞来了炸药,但因为把计划告诉了曼藤被成员奚落,其他人最后也只能接受。 晚上,多尔先生和曼森太太聊天,拿了一笔钱贿赂曼森太太,还没等多尔说出要求。 警察维纳先生敲门,曼森太太想要介绍两人认识,可多尔先生却被吓到躲在床底下,曼森太太发现了她,对着床底说话。 维纳先生以为太太精神不正常,借口离开,多尔才松了一口气,从床底下爬了出来,他们打算趁着曼森太太外出点燃炸药。 众人计划的时候,突然曼森太太敲门进入,她是来送饼干的,并告知他们自己要去参加好朋友的音乐会。 众人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,于是多尔博士上楼为太太送行,其他四人在地下室计划如何点燃炸药。 可是意外发生了,曼森太太还没有离开,潘凯克在彩排的时候就不小心点燃了炸药。 屋子响起一阵轰鸣,曼森太太想要看看什么情况,最后被多尔博士忽悠着离开,去看音乐会,众人躲过一劫。 多尔博士回到房子的时候才得知发生了爆炸,潘凯克的手指还被炸掉了一根,被曼森太太的猫咬了去。 潘凯克因此要求提高自己的份额,结果被众人否决,最后不了了之。 第二天趁着曼森太太去教堂参加活动,众人继续他们的计划,打通盐时候,他们顺利地挖到了赌场。 在嘉文的配合下,来到了存钱室,把钱装带里带走了,嘉文留在赌场掩盖痕迹,其他四人在地下室开香槟庆祝。 可是他们预设的炸掉隧道的炸弹却没有响,于是潘凯克前往隧道查看,检查的时候他肚子是分疼,分了神。 结果炸弹还剩下最后几秒爆炸,潘凯克立刻爬出隧道,结果地下室里也被炸弹的余威搞得一塌糊涂。 正好这天曼森太太提前从教堂准备查回物品,听到了这声巨响,下楼查看时看见一片狼藉的地下室,美元在空中乱飞,气愤的曼森太太要求多尔博士的解释。 客人都走了以后,多尔博士向曼森太太解释,撒谎称,是兰普对印第安人感兴趣,所以挖隧道。 结果碰到天然气管道,当时将军正在吸烟,于是管道爆炸,将潘凯克给妻子治病的钱炸飞了。 但曼森太太并不相信,打算报警,于是多尔只好说了实话,还打着正义的旗号解释这件事。 曼森太太差点就信了,但还是认为这是偷,让他们把钱送回去后,和自己一起去教堂忏悔, 无人不甘心这样丢掉自己的钱,于是打算偷偷杀了曼森太太,他们抽签让佳文去, 结果佳文看见太太想起了自己的妈妈,下不去手,回来时和潘凯克发生争执,最后意外地被打死。 众人把尸体扔到垃圾船上,可回来的时候,多尔却发现潘凯克和曼藤,想要秘密把钱转移, 于是将军赶去勒死了他们两个,丢到了垃圾船上,第二次抽签,派将军前去刺杀。 趁着曼森太太睡觉时,将军想要勒死她,结果被闹钟惊吓到了, 后睡时掉落假牙,慌乱中滚下楼梯摔死了,兰博和多尔把尸体扔到了垃圾船上, 多尔最后让兰博去杀死老太太,结果善良的兰博不愿意去,用枪威胁多尔, 但因为不会使用枪,把自己杀死了,掉在了垃圾船上。 只剩下了多尔一个人,看到愚蠢的兰博,他在桥上朗诵诗歌,嘲笑兰博, 结果意外被桥上的坠落物砸死,掉到垃圾船上。 曼森太太醒来时,发现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下室,那五个人却不见踪迹, 于是他就前往警局报警,告诉警察赌场丢失的钱在自己的地下室。 警察以为曼森太太精神不正常,于是让他把钱捐出去,不用找警察处理。 最后曼森太太真的把钱都捐给了教会学校。 人活在世界上,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诱惑, 一旦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,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。 那些打折杰夫继品旗号的偷盗人,只不过是掩耳盗铃,满足自己的幻想而已。 其实影片中的老太太真的是杀手吗?答案是否定的, 那有个人是被欲望吞噬了的丑恶灵魂,是他们自己杀了自己。 那么今天到这了,我是雷哥,原作灯展,照亮你心。